满满的金针花就像黄色地毯般的铺满整个山丘 黄澄澄的金黄色花海吸引许多游客们拍照打卡 百花旗开的美丽景色 让疫情无法出国的游客们都仿佛置身于国外 满山满海的金针花真的蛮 对 很漂亮然后就是蛮shock的 非常的放松 置身欧洲的感觉 没想到真的台湾有这种地方 非常的美然后我每年都来 它好像是真的是小瑞士 我每年常常出国 就是很喜欢这个景色 赤柯山金针花分布属于区域型 最经典就是赤柯三景 万顿石龟三巨石还有汪家古厕 50多年历史的汪家古厕 包由民事三合院的设计 来到这还可以看到过去屋顶 及广场晒金针的难得画面 我们知道我们在吃的金针 是有这个采下来的东西晒干的 但是只知道这个过程 第一次看到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很特别 来到赤柯山神花除了赤柯三景 利用赤柯山旅游地图探索 你也可以变成赏花秘境达人 那个产雷伦那边 那个小庙小土地公庙那边 其实很多产业道路 乡间小境可以进得去的地方游客都可以走进去 因为虽然说我们这边的景没有像六十弹山这样有那么大的景 但是每一个转角处都有很漂亮的风景 看的每一个风景都不一样都很值得去探寻 今年因为雨水关系六十弹山花开不到五成 而赤柯山接近九成的开花量也意外的让今年来客量爆满 很多游客就转向我们赤柯山 因为我们赤柯山虽然也是干旱 但是雨水还是比六十弹山多一些 所以我们今年的花旷来讲还算很不错 所以游客就变成很多都转向这边来 赤柯山花旗预估在十月初结束 而六十弹山目前虽然开花量不如预期 但九月底还是有机会欣赏到满满山头的金针花海 新唐人眼的电视石之城台湾花莲采讽不斗